女人从深夜中跑来 拍打着门大喊救命 一个面具男追了过来 拿出刀连续刺向女人 女人一声一声地哭喊着 然而奇怪的是 房子里的女人却全然没有察觉 面具男对房内的女人开始有了兴趣 她悄悄进屋 女人正在工作 她用刀钦拍自己弄出响声 女人却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面具男准备下手时 女人的朋友发来视频聊天 面具男赶紧离开 还顺走了女人的手机 朋友看到屋内一个声音一闪而过 用手语提醒女人 屋内有人原来女人是一个聋哑人 但女人却以为是自己养的猫 让朋友不用担心 结束通话的女人 开始满屋子找猫 以为猫又溜出去完了 还专门给留了门 然后当她再次打开电脑时 她的手机却发来一组照片 正是她刚刚找猫时的身影 最后一张是她此时坐在沙发上的样 女人后背开始发凉 顺着照片拍摄的方向看去 正是她刚刚打开门的方向 她慢慢走过去 面具男就站在门外 举起了她的手机 慢慢走过去 面具男就站在门外 举起了她的手机 女人赶紧关上了门 面具男转身走向另一扇门 女人跑过去 幸好门是关好的 只见面具男转身慢慢走出了院子 你以为她会离开吗 然而她并没有 开始在房子四周巡视 女人趁机报警 可就在她打通电话的时候 杀手拉下了电闸 没有网络 电脑根本无法报警 她看到了邻居的WiFi 然而却没有密码 此时面具男来到院子 扎破了女人的车胎 彻底断了女人逃跑的后路 女人绝望了 她用口红在门上写了一句话 我没有看见你的脸 太杀手站在门外 绝望的女人在门上写下 我没有看见你的脸 不会告诉警察 而此时面具男却越发的兴奋 竟摘下了面具 露出了真面目 宁笑着说 现在你看见了 女人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 但为了活命 她必须做出反抗 于是她拿着刀子 躲在了窗户后面 祈祷着邻居能发现异常 忽然耳边响起了敲窗声 变态杀手竟然拖着之前 那具女人的尸体 一下一下地敲打着窗 而那具尸体正是邻居 女人的心态逐渐崩溃 突然她想到 邻居又将手机放在屁股兜的习惯 只要拿到手机就能报警 于是她用车钥匙激活汽车报警 引开了杀手 女人立马跳出窗口 在尸体上翻着手机 没想到杀手中途折返 将女人打了个正着 关键时刻 有人用锤子砸在杀手手上 才终于锁上了窗户 侥幸逃过一劫 她偷偷从另一边走出屋外 疯狂往丛林跑去 结果没跑几步 一只剑从耳旁呼啸而过 杀手手上有弓弩 她根本无法逃脱 无奈只好再次折回屋内 杀手笑看着女人 对这场冒捉老鼠的游戏十分享受 女人没有死心 她来到屋底 从手电扔进了林子 杀手被吸引了过去 她趁机往反方向出逃 突然一只剑射中了她的大腿 杀手正顺着梯子往上爬 此人强忍疼痛拔出了腿上的剑 然后抓准时机抢走了杀手的弓弩 将她推了下去 趁机爬进了屋子 腿上的伤口血流不止 剧热的疼痛让她走路都成问题 于是她一点一点地挪到卫生间 强忍疼痛处理伤口 然后开始摸索弓弩的用法 但因为力气太小 根本拉不开闲 而此时杀手正在窗外死死地盯着她 这是一个男人跑来敲门 是邻居的男友 她看到女人在玻璃上写的字 察觉到不对劲 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冲出来 举起手不许动 杀手竟假装承接到报案的警察 借走男人的手机互相增援 而就在此时 男人看到地上掉落的耳环 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于是她骗杀手 女人门前的花盆里有一把备用钥匙 杀手听完果断去找 男人捡起一块石头 慢慢走进杀手 就在此时 女人突然出现狂拍着门呼救 男人被杀手刺中 变态杀手 她用弓弩射中了杀手 杀手追了过去 女人的手来不及收魂 被门夹住 杀手对着女人的手 狠狠地踩了下去 杀手对着女人的手 狠狠地踩了下去 女人疼得撕心裂肺 但她没有退缩 用手站上去 在门上写下诺夫 杀手被彻底激怒了 转头拿工具破门 女人赶紧来到电脑前 将杀手的特征记录下来 然后跑进厕所 举起刀正对着门等待着杀手 却因为没有听觉 对身后破窗而进的杀手 毫无察觉 杀手看着可怜的女人笑了一下 然而女人感受到了她的气息 猛然转身刺中了杀手 可杀手并没那么容易死 女人假装昏迷 趁杀手走近 猛地朝她眼睛喷杀宠剂 可即便如此 女人还是被杀手扼住了喉咙 最后一刻 女人摸到了一个开平器 结束了杀手 弱小的她 靠着强大的意志力 最终完成了绝地反杀 这是一部小成本惊悚片 却剩下了精彩的悬念和紧张的压迫感上 喜欢的朋友 绝对值得一看 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